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杀娟臣的高潮是整出戏码灵魂所在 谁都希望善良的黎民百姓应该受到保护与保障 反之作恶多端的坏人就应该受到应有的惩处与淘汰 这就是从古至今人民所期盼的正义朝纲 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民主法治社会中 却存有一桩九悬未了的假案 竟然长达27年不能终结 小英政府无动于衷 无视于假案在国际间引起波澜 诸多国内外人权团体皆挺身捍卫其公平正义原则 颠呼台湾政府应该立刻处理解决本案 还以公道否则将会葬送国家的尊严与威信 首先请大家观看这段影片 是台湾的真的酷刑真的不存在吗 我们就以太极门案件为例好了 这个案件其实在新竹地检署 高雄地检署都早已经有人用匿名黑函 检察官也都有进行传讯调查 然后都用行政签解 可是同样的黑函到何宽人手上 却能够动用大批的检警调 然后大肆的搜索 然后在没有具体的施政下 就把掌门的积压 只要提到所得就可以分这几类 第一个叫做黑色的 大家知道这叫做非法所得 非法所得不在课税范围 因为大家都知道 非法所得就是要归还受害人或末路充公 这个不是课税 这些是合法所得 所以它就分成底类 第一类 这个就是第四条的免税所得 包括太极门师傅的授证 就是所得税法 第四条第一项 第十七款的授证财产 这些是免记录科税所得的 是这一个 好了 太极门的已经明确地讲 它是免税所得 它把它投入在这个课税里面 这个显然是违法了 侯宽人检察官 以当时的司法南坡 媒体宠儿的姿态 他就是在办师傅的炸躯取材 炸躯取材的结果会怎么样 假设办得成通通末路 和客税有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但是他呢 迎将结案自己想想 恐怕办不下去 恐怕不会成功 假设这个大局取材不行 课税也是一种办法 结果他就说六天 结案六天 请个子月生国税局人去作证 结果呢 他说那是补习班收入 就北返税监基增法 逃漏税 补税处罚那么多年 因为你是非法所得 或者你是合法所得 这个是不能并存的 你要办他是炸躯取材 就没有磕税问题 你要办他逃漏税 就没有炸躯取材的问题 太极门被冤枉磕税 现在根本没有必须争论的 因为从行政院 立法院 捐查院 这些都收 这个不是补习班收入 是地址的证语 证语绝对没有 课受证人所得税的 税法很清楚 他用免税所得课税 显然就是为法课税 刑法129条 没法征收罪 没法征收罪 故人也一到七年有期徒刑 这个81年的非法课税 这个税 且是要撤回注销 你的主体课题错误 就是查明撤回注销 不是更正 更正是花卫更省一案 他是说主体课题没错 只是计算错误这种 所以这个不对 法律都规定得很清楚 太极门案 85年12月19 查到搜查到两本存部61万 结果第二天的报纸说 太极门师傅有诈欺收入 换补习班的所得31亿 然后没有证据的 那事后的所谓证据都是可以证明是假的 大师还是什么 你怎么贪心一臭 因為你已經有那個數據 那些偵辦筆錄 什麼證人筆錄 是什麼時候做 絕對是在12月20號以後的 查稅的話會有說 我一派案就知道你逃漏多少 然後才去製造證據配合的 那個真的就是所謂的栽贓王法 61萬說31億 那都是憑空想像的 經過我們法院三審的定驗以後 最監單位如果以這個起訴書 來作為課稅的根據 我覺得是匪夷所思 我們刑事判決 案件的調查都認為是一種證餘 依照所得稅法第四條第17款規定 不應該課徵 這是一個證餘 根本不應該課徵所得稅 屬於禁私禮 是屬於證餘而不是所得 就沒有所謂的所得稅的問題 經過法院刑事案件裁判 確定所認定的事實 行政機關沒有理由不加以引用 作為它的這個整個決定的基礎 涉及到納稅人權益 那麼重大的權益的事情 24年還不能定驗 而且更何況在同樣的性質 到底是禁私禮還是學費 你是到底是免稅所得還是課稅所得 它的過程事實是完全一樣的 為什麼不同的年度在認定上已經經過 這個刑事最高法院的確認 說沒有涉及到這個逃漏稅 但是在行政救濟的過程裡面 一而再再而三 我們的行政法院撤銷原副查決定 可是這個原處分還存在 這個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原副查決定就是因為有原處分 怎麼會副查決定撤銷 原處分還存在 100年的時候我就跟財政部長講 那這個應該是可以結案了 他沒有把它當作自己的事情 反正那個獎金我拿了 然後要扣稅也是扣你們的 國家的判決既然已經判決還給他們的清白的話 就應該執行下去了 所以一個最高法院的判決 那個是應該是唯一公正的 對我們整個法治的一個國家是非常公正的 所以如果是還是那樣的話 你們要繼續抗爭 無論是司法單位或者是 勿國稅局這個部分的話 都要以這個為預計 我們大家一起要努力 你們努力也是給台灣政府更大的努力 幫助台灣政府站在一種正向的力量 跟正義的一個力量 我們今天的憲政體制出了問題 像我們這個太極門的這個案子 三權就可以解決了 我們太極門的事情 這是政府絕對逃不了的 閃躲不了的義務 有權力的人沒有注意到義務 這是很糟糕的事情 我們太極門今天的這個案子 主要的是因為行政系統的檢察官 這樣的一個處理方式起訴了 讓我們成員這樣的24年 可是這個源頭在哪裡 這是行政的問題 這是行政的問題 行政的問題是由總統來負責的 總統來負責的 我們要注意到這段時間 謝謝你 我們有 County 我們要注意到 我們集中一下 我們要注意到 transactions 我們的家 我們要注意到 我們要注意到 看完影片之后 不免让人看见太极门假案从开始到起诉 是司法人权被凌略的起点 起诉之后又是另一个噩梦的开始 人民流浪在法庭审理过程中 需耗多少的青春岁月 精神与金钱 他们当中有些人从青丝到白法 带着满怀期待 却抱着遗憾离开人世 即使太极门最后祸判无罪无税 司法还以清白 辞来的正义 人民心有气起言 这张假案浪费掉多少行政资源 以及社会对司法的信任与崩盘 最严重的是 被残害的人权主义无以俗表 小英政府转型正义的承诺 全部化为灰烬了 身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若一意孤行 无视人权正义的存在 包庇执法官员违法行政 如何落实实践人权的治国方针呢 接着邀请您观看这段影片 台湾的转型正义不能一直让 那个加害者升官加绝 大富大贵 然后不断地对被害人一直的迫害 我们每一次的司法改革 都把负责实践这个司法改革的 权者单位交给谁 司法院跟华部 他是要被改革者 你怎么会把司法改革交给他呢 我有可能改革自己吗 那就要靠人民的力量 人民的力量 大家都这方面要觉醒 然后要能够团结 太极门师徒为冤案持续奋斗27年 掌门人洪道子博士在会中致辞 开宗民意指出 太极门一直以来的态度 真相不便 真情永续 真理横存 7月13日是一个值得祭奠 及省私的日子 16人前的今天 最高法院的判决 为无中生有的太极门 1219案件 还原了真相 结识公理 彰显了正义 这一路走来 殊途间不离不弃 我看见我的弟子们 友情从心思变白发 幼童与长成的情人 时间也印证了正义是一条 需要爱 勇敢与坚持 才能走出来的道路 这也是一条遵循良心 通往自由 迈向万民同享健全 与幸福的道路 一个气功的团体 修行的团体 已经在国际间 享有没有比我们这个 更高的一个任何 台湾出发的一个团体 这通通都是 我们咱们人的远见 慢慢创造出来的 太极门一路走来 历经刑事保护无罪的判决 历经监察院对肇事者 当时的检察官和宽人 以及对国税局提出了违法示证 仍然无法制止 行政机关财政部及行政执行署 后续对太极门的迫害 太极门的税务冤案 是从刑事冤案衍生而来的 既然刑事冤案已经三审 判决确定国家在98年 给太极门这些无辜的被告 冤逾赔偿了 那从刑事冤案所衍生出来的 税务冤案 那你国家机关明知违法错误不实 你还去强行查封拍卖太极门的 道场的预定地 然后流标以后 你还坐驾承受 把它强行收贵为国有 我认为这个就是强行抢夺民产 这个已经涉及到公务员 国家赔偿法第二条 故意或过失侵害到人民的权利 这个是应该要依照国家赔偿法 把这个道场归还给太极门的 对于违法的行政处分 就算法定期间 救济期间过了 行政机关还是应该知道违法 而自行职权把它撤销 这个是法治国家要求行政机关 对于过去做错的事情 不能将错就错 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 第一条规定 人人生而自由 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 政府单位运用百姓 所赋予之公权力 一定要充分尊重 人性尊严不可侵犯 这是任何文明进步国家 不可或缺重要的一环 台湾置意为民主法治国家 如此更需要公正公平的检察权 与司法权体制 尤其是杜绝 不孝检察官的滥权起诉 积压霸凌恐吓 篡改笔录颠倒是非 这些都是人权杀手 迫害百姓的身家性命 于无形之中 更让国家的发展 窒息难形 小英总统曾经说过 卸任时要还给人民一个最好的台湾 太极门甲案是最具代表性之台湾法税造妖境 政府里因效法中校结义的传统歌仔戏 最后杀乱成贼子以正朝纲 而荡言27载的假案 千万不要歹戏脱棚 当年向人民说拜拜时 也是还给百姓公平正义最好时机 更是小英总统为自己在历史上留下正义之名最好的见证 最后邀请大家一起来聆听风起云涌这首好歌 谢谢收看 下次再会 请大家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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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大家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生态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大家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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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成态 成功 无忠人 真情流入 眉鱼间 是好将山坑一村 绝其名利 心无私 不如有名门 带乘船 是狐空 青阳 美山 请各位何以德乡 方中 但一旦 包加党 和与众生 相 相 风风 正义 相 可起 人间 正习 生 苦心 以大地 生命 相 爱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